戴上工地帽 面罩遮臉 穿袖套来遮阳 在工地进进出出 顶着大太阳 工人热到汗流加倍 在高雄夏季的气温 常常是达到30度以上 也因此在户外工作的人 要么就是穿长袖防晒 不然就是要在阴凉处 才能好好休息 太阳这么大 白天的热气无处躲 正在盖大楼的工人 为了工作只好站在阴架上 长时间曝晒 真的会热昏头 因为拆板膜有热气 湿度太高 空气中的水分含量太高 它养具涉体不足 缺氧 缺氧就中暑 算天啊 一天1600至2800不等 看技术而言 就算周休二日 工人至少都能领到 五六万月薪 但不少年轻人扛不住高温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 只有不到两成的人 愿意到户外工作 主要有七成八 怕热到中暑 六成五认为 户外公安风险高 至于何种条件 才会愿意超过九成六 要求高日薪 超过八成希望能领现金 或者是发放消暑津贴 才有意愿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户外运动吧 所以我觉得晒太阳 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还好 所以如果在户外工作的话 对我来说我就应该OK 平常是在冷气房上班啊 对啊 那现在如果说突然要出去 在外面工作 那真的是 又是天气很热的状况 那体能负担可能就没办法 越约二十万这边 月薪很高 就是真的要很有吸引力 我觉得干嘛跟钱过不去耶 可是你家户外工作人员 他会不会说时薪比较高一点 没有还是一样 基本工资 只是全球热浪来袭 二十一日全台最高温 在花莲复原 高达四十一点六度 二三名也都是花东县市 未来夏季要是越来越热 户外的缺工问题 恐怕会变更严重 TVBS新闻 吴中旭宋家军高雄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